少有篇章五千城 无相知相识是相 无所求心是道心 心皆神正不偏离 成佛之道方可其 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是 无相知相识是实相 无所求心是道心 信解行正不偏离 成佛之道方可其的妙应动作 我们请云师姐来为我们示范 无相知相识实相 我们先把右手画开 左手再画开 识实相的时候左脚出 同时右手往上举 无所求心是道心 直接画到右边来 无所求帮助的人 但是我们无所求 然后双手往上举是道心 信解行正不偏离 先手做一个自我修行的动作 然后我们打信 右手再往前伸直不偏离 成佛之道方可其 我们先双手合掌 然后往右转半圈 回来的时候 左手打期待 右手是指指着成佛之路 这样的一个成佛之路 方可其 其实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就是正信 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信根 其实信根强调就是正信 正信就是生命正确的方向 真实的道理 是啊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 究竟的终点 但是只要我们的 指南真方向正确 而且走的路偏 我们一定可以到达终点 没有错 其实正确的信仰 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空妙游的道理 不会迷惑在深色的诱惑 或是金钱追逐当中 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勤于行善付出 我们的爱心 并且带着一颗无所求的心来 做这些善事善行 就会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发心 明白无相之相是实相 无所求心是道心 如同慈祭至宫 就在做慈祭的过程当中 确立的正信 理解道理之后 还实际地付出了行动 这样的一个在付出行动过程当中 让菩萨行跟佛法相得印证 这样子就已经是行在菩萨道上 行在成佛之道上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终有一天成佛不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